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好今集我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但是今天特別一點 我們請到另外一位嘉賓 阿金 金永賢先生 那他其實在香港更好大行動 圓網台都有做過節目 和袁醫生 大家好 阿金 是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想說些什麼 是呀 今天我們的題目 SARS十周年 剛好是 嗯 你知啦 近來 眨眼十年了 是 坊間有很多 SARS的回顧 是 我又看完又聽完 OK 他大概怎樣 那 不外乎都是分三種 第一種就是醫療人員的回顧 英勇事跡 可以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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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怎樣奮勇作戰 跟沙拉線 然後壯烈犧牲 等等 都是這類 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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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們英勇抗疫 現在市民的衛生程度提高了 洗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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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白水 倒入坑渠 還有 我們追查病毒的源頭 幸好當時有我們 追查到果子尼 我們阻截了源頭 所以戰勝了SARS 這個一向都是這樣說的 對不對 另外第三 就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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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受害者 現在呢 就是 受著骨膚的尖毛 想死 很多 就是求生 不得 求死不能 就是說那些腳 膝蓋 那些骨 那些 指很薄 嗯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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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RS引致 就是 痛啊 又痛 是 就是痛不肉身 是 就是走不了兩步路 是 還有走路 也要 人參乎 或者動拐掌 就是做不到事情了 嗯嗯 就是有一個SARS基金 SARS基金又不撥款給我了 我很可憐 就是這樣 嗯 就是 就是 控訴 是 或者和大家溫一溫 你知道 大概十年前 在SARS期間 香港都有幾千人 啊 要說一下數據 一千九百多 一千七百多 一千七百多 中招 確診 299個過身 是 那 那 當時 Dr. 我和你 在節目做過 很多集 你出去公開那些 也說過很多 是啊 其實 你看過死亡率 我們是17.5% 我記得 17.5% 是全世界最高 是全世界最高死亡率的 是啊 其實你說 回顧十年 居然是沒有人提出這些事情的 是啊 如果 證如 醫生 當時你十年前 我最記得的 嗯 嗯 在 西區文娛中心那裡 是啊 我們下一集有幾位 他在台上說什麼 他說 很簡單 當時你找二十個病人 五個 用西醫方法 五個中醫 五個自然醫療 五個什麼都不用 那你就看到結果了 就是這麼簡單 這是最科學的做法 是啊 從來沒有人不做 亦都不敢做 肯定 那當然沒有 就是說 這十年回顧 是完全提到 也不提死亡率的 就只是說 我們已經戰勝了 戰勝了 什麼叫戰勝呢 是不是 就算你什麼都不搞 他都會過去的 從歷史看 他有提死亡率 但是他知道 他用這個死亡率 就說 當時香港是幾危桌 幾危急 香港是幾嚴峻的人 所以是一個很危險的情況之下 香港的醫務人員 香港人是怎樣的呢 是啊 我就是說 但是你沒有說 他完全就是 很幸運 我們全世界死得最多人的國家 所以沙士來說 是襲擊我們 是全世界最厲害的地方 對不起 這個信息就是這樣 我聽不到 無論是有線 或者是報章 其他的電視台 是沒有說到 最高死亡率 完全沒有說 總之死亡了很多人 是299 大家也知道 其實很多不死的人 都是全身傷殘 還有一件事 其實我也能納到的 在那些報章上 好像AM730 AM730是我唯一看的報紙 他提及 當時我們做錯了些事情 應該不知道是高詠文 總之現在他會反省 我聽說 亨槍雜做的 就是 港大微生物學系 袁國勇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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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我們當時用的方法 其實是無效的 例如李巴偉藍 對當時的流感 SARS 其實SARS 是屬於流感一類的 嚴重一些的 呼吸系統症狀 其實是沒有什麼用的 但他也承認 我們當時用的 鋁固醇 用得太早 而且鋁固醇治療之下 會令到劇情惡化得更厲害 變得更加複雜 其實他也說了這兩點 但當然 一般人聽到這兩點之後 他不明白 那個問題在哪裏 其實呢 他所說 其實當時那些人 不是死在SARS 是呀 那你看過那些 後懷症就知道 其實是死在 死在當時的一種醫療手法 是吧 當然 他不能這樣說 因為說之後 官司很多 當時我們被很多團體邀請出去說 我們在我自己的香港出路 我們有很多的 有機會我都說了 分析了情況 就說 你看一下 全世界都有SARS 國案的地方 很多國家 包括廣州 北京 新加坡 香港 台灣 美國 但每個地方 就是同一個SARS病 和一些所謂文明國家 文明地方的國家 那為什麼呢 死亡率是很相差的 是很不同的 香港是死的最多 但是廣州和北京 好像3% 5% 台灣5% 美國就沒有 0% 是0% 當時我跟大家分析 原因就是 大家與醫治的手法不同 記住 病是同一種病 大家所謂文明國 都是用西方的醫療體系去處理 但當然 當時用的藥不同 醫治的手法不同 所以 這種醫療的手法不同 導致死亡率不同 一種病 一種病 是同一種病 那 我有個數據 醫治的手法 醫治的手法 我和你討論 你透露出來 在當時沙士的時候 廣州二沙島中醫院 是接收了二百多個病例 是 一個都沒有死 嗯 你怎麼解釋 那當時他們怎麼醫治呢 鬆弱 無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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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悲 十年之後 我們香港人都好像還未醒覺 了解那件事的真相 真正的問題是出自哪裡 就不是這些流感 流感每年都有 每年都有 在美國來說 每年都有二三千人死在流感 有什麼大不了 但問題呢 當時那件事 我們那個問題不是流感 不是什麼沙士 不是什麼嚴重的呼吸系統問題 你一直都在 分別就是看你當時的醫療手法 你剛才說 在廣州某醫院有二百多個宗 而中醫院 他們竟然一個都沒有死 真的一個都沒有死 這個我不太記得 我知道當時 是廣州3% 不知北京3% 台灣都有的 很明顯 死亡女的分別 和傷殘女的分別 就是我們醫療手法用的藥 香港是用的藥是最錯的 用的醫療手法是最錯的 所以令到人死亡率全世界最高 還有後遺症是這麼嚴重的 但好到今時今日 我們始終 我們從來不懂得向歷史學習 這是一個最悲的地方 不懂得看結果 我和大家不斷重複 為何我們這麼害怕這些流感 上呼吸系統感染病 主要是歷史上出現了1918、1919年 死了三千多萬人 有些數據說不止 一個世界性的流感 我和大家重複說很多次 其實當時是有一種醫療方法 是在政府很普遍用的 在醫院裏面都用的 就叫同類療法 有位醫生分析 當時有二萬四千宗 在西醫院的流感 當時的流感 死亡率是24.6% 即是四點幾% 而另外二萬六千宗 在當時不同的同類療法醫院 同類療法醫院 亦叫順勢療法 當時美國有這種醫院存在 亦有很多同類療法醫學院 有醫院有醫學院 而在那邊接受治療 那些流感的病人 死亡率是多少 1.04% 其實這是歷史的事實 其實如果你一看這些數據 七除八扣 其實那個17.5%的死亡率 都挺合理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是的 就是他們那個做法 那個死亡率 是的 好了 當時我們有很多醫學家 就分析了 把這些數據 已經在醫學雜誌上 當然在同類療法醫學雜誌上 寫出來的 當時其實 壞是壞了哪裡呢? 我們一般人經常有流感 都經常記住 哎呀小孩子小心點 老人家小心點 因為這些是一種高危的年齡 他們抵抗力差 所以流感之下 他們會死的會特別多 但在1918年1919年 當時死的人是什麼人? 是年輕力壯的 20歲到30歲的祖人 是年輕力壯的人死得最多 好了 我們為何會這樣呢? 如果我們追溯發現 當時在西醫流感 用什麼方法? 他們用阿時不靈 是獨孤入味阿時不靈 今時今日我們知道 對一些上呼吸度感染的 傷風流感這類的問題 阿時不靈是千萬不能用在小孩子那裏 所以他們會出現一種病 叫做Ryne syndrome Ryne syndrome Ryne syndrome 死亡率很高 一半會死亡 而不死的人都會傷殘 也很厲害 事後我們發現了 其實為何當時 那麼多人會死在流感呢? 因為當時西醫是用阿時不靈 今時今日我們明白到 我才知道 病毒性的感染 呼吸系統感染 是不可以用阿時不靈 尤其是對那些年輕的群 是最容易出現這種 嚴重的後遺症 其實你便解釋了 為何當時死的人是年輕的人呢? 因為當時他用的醫療手法 是導致那些人死的 好了 在同學療法的醫生群裏 以及不同的醫院 總結二萬六千宗的醫療個案 死亡率是1.04% 其實很多時候 很多醫生自己說 在我主理的手裡 差不多是零死亡率 往往死的原因就是 因為那些人 事先用過阿時不靈 再用同學療法醫 是無法治療的 這是歷史事實 我當時在《南華早報》 企圖去刊登 但他們不肯刊登這篇文章 結果在《信報》 要我改頭後面 我才把這個事實告訴你 其實香港人到今時今日 仍然都未學到 未學到的 問題不是什麼流感 不是什麼沙士 一向都存在的 問題就是我們的醫療手法 即是我們近來的回顧 醫護人員的英勇殉職 我們沒有必要你殉職 絕對是無謂的犧牲 如果我們只能夠 向歷史中學到一些東西 這些全部是一種醫療的工具 順勢療法 今時今日是全世界第二大醫療 有五億人口用 有七十五個國家 有注射的同學療法醫生存在 香港不是沒有同學療法 也有的 香港有其他的醫療方法 例如廣州的中醫院 零死亡率 為何我們今時今日還未學到 為何我們要用這個 講這件事 最近發生在 我們香港的第一間中醫學院 在浸會大學中醫學院 想起中醫院 那件事 或者阿金和大家講述一下 最近在這裏發生什麼事 你也知道 我們現在香港地住很困難 現在全民找地建房子 原本浸會大學旁邊 有一幅是前李維尼工業學院的地 那塊地原本是 我引述一下 我所看到的媒體報道 那些 在學校宿舍 和中醫院教學大樓 醫院教學大樓 中醫院兼教學大樓 你知道 現在浸大有中醫學系 他們實在要回大陸 其實是不合理的 當然 中醫有任何醫療方法 他們都會有附屬醫院 那你要在那裏去臨床 有個教授帶著學生 今時今日 中醫已經成立了這麼久 但仍然未有一間自己的中醫院 問題是 荒謬的地方就是這裏 原本就是 那塊地建立 現在政府最新的決定要建豪宅 現在就很反對 浸大校長就說 如果我爭取不到建中醫院 我就辭職 好東西 有咳嗽 中國人也有這樣的人 是啊 他還說 我跟政府決定的時候 有點不舒服 我都馬上去找中醫教授 喝了幾劑就搞定了 他還這樣說 現在政府是不讓他建的 就是張達地 我們建豪宅 我們建豪宅 現在就有 去到最新 現在這一刻 浸大 那些師生 就動員了 五千多人 我看到媒體的報導 政府總部抗議請願 我想香港的人 如果你真真正正明白 那個千絲萬縷的關係 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去 還有 政府怎麼回應呢 政府說 你建私家的中醫院 為什麼要我撥地給你 我心想 那些西醫的私家醫院 又說不夠 又不成理 政府馬上跟他談 又說 我預留了幾塊地 我從來沒有聽過 其實有的 過往有說 在將軍澳預留一塊 但又沒有影 那一塊最方便 最合理的地點 不是最合理的 另外去豪宅 那不合理 政府出來說 你說 你建私家醫院 私家中醫院 為什麼要我撥地 大哥 這些地是你操控住的 不是問你問誰 跟大家留心一下 我跟大家分析整個問題 政府是不明白的 如果我們能夠建成中醫院 發展其他的醫療 這些高地價的問題 香港人是不需要再住櫃樓 這個提出 很多人不太明白 不明白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為什麼如果我們能夠把醫療問題解決了 香港人不用再住櫃樓 你知道了 今時今日我們用的醫療 開支是不斷增加 然後再加幾十億 福利 不要說只是醫療 然後加上福利方面 是不斷增加很多億 很多億 為什麼我們香港的地價跌不到呢 因為高地價最主要的受益人是誰 就是政府 政府的開支這麼大 所以香港政府一個很重要的收入來源 就是香港的地稅 賣地 所以香港政府如果我們的地價跌 香港政府是會最大的受害者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 我們可以了解到 為什麼政府做很多很多事情 他都不敢真真正正正 把香港的地產地價壓得低 現在升了兩倍 減一半都行不行 他們不敢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開支 因為我們醫療手法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醫療開支越來越貴 因為我們現時所用的 所謂對抗食的西方法 其實它是治標不治本的 我要引述周兆祥 在原網台 他有一個節目 《天然療癒DIY》 我聽到他 他講了一句 所有慢性病 就是因為你用了西醫的手法 而引致的 沒錯 簡單來說 沒錯 根本人沒有慢性病 當然 大部分的病是自己調理得好的 當你用了一種錯誤的方法 是為了打壓症狀 抑壓症狀 而將身體質搞壞了 而變成急性病 變成慢性病 所以你可以看到 香港醫療的費用 就像全世界被西醫壟壟斷的醫療體系的國家 一式一樣 同一個命運 醫療費用不斷增加 令你破產也搞不定 Dr. 你像沙士的後遺症 沒有問題 納稅人賣單 你看幾億基金都花光了 嘩 大佬 只有千多人 什麼都做 他十年回顧 那些受害者說 你看我又不做到事 又要申請這些基金 又申請那隻基金 又要申請縱瞞 你跟我想一下 又要房屋那些 又要人互利 全部都是錢 沒錯 真真正正要解決 香港人要住貴樓高地價的問題 就是將政府的開支減低 要減低政府的醫療開支 最重要是引進一些有效的安全的 合乎經濟效益的醫療方法 例如中醫治療化 同類療化 還有要有一個制度 是鼓出母 或者要迫香港人 為自己的健康負上責任 如果你能夠看造一個這樣的結構 這樣的制度 在我那個政綱那裏 已經講完出來的了 很簡單的方法 香港人就不用再住貴屋了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的醫療的開支可能減一半了 我們那個社會福利的開支 都可以減一半了 為什麼呢 大部分很多用縱容的人 是什麼人來的 是長期病患者 長期的慢性病人 剛才周遭長說 為什麼會變成長期的慢性病人呢 就因為一早只懂得用西醫 那種治標不治本 副作用多多的醫療方法 所以我剛才你說浸會那件事 你表面看其實浸會 起不起到醫院 起不起到中醫院 是可以關乎香港 將來香港人 還需不需要繼續住貴屋 大家明白嗎 這個道理 因為香港政府 是要靠高地價政策 是拿到它的高的稅收收入 因為為什麼它需要這麼多錢 因為香港的那個 開支 政府開支 是很大 但是在醫療方面 以及在社會福利方面 是兩個很大的 只會越來越大 你很簡單 現在 是不是 醫生 你也有說過往的節目 沒錯 一個高血壓要醫治到死 沒錯 如果我們有中醫院 假設10年之前 我有中醫 好像廣州一樣 如果我更好 當然在中醫院 也有其他醫療的服務 例如同類療法 全世界大大醫療 洗腸 洗腸 也好 自然醫療的工具 讓香港人在SARS期間 有機會去中醫院醫治 去自然療法醫院醫治 給同類療法醫院醫治 或者在醫院有不同的部門 去試西醫治或不醫治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科學的實現 是看到的真相 所以為什麼它遲遲都不肯 在中醫院 因為其實他們很怕 有一天 香港人會發現到醫療的真相 其實如果香港人聰明一點 你看回我們現在說的數據 都發生了 全部是歷史上的資料 是數據 你看回SARS當時 美國零 為什麼他們什麼都不用 台灣 好像5% 大陸是3% 香港17.5% 你自己看 最好看 是同一種病 記住 是同一種病 為什麼會有這麼不同的結果 就是很明顯 問題就是你的醫療手法 不同的地方 錯誤的地方 所以你說十年會辜 看結果 才能夠吸取 我們不要再重蹈覆辭 對 是 像十擺在眼前 但我們這些人是 沒有辦法 看得出 分析得到的 這一節的時間 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繼續 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 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電話28824848 網站3W多 HEALTHSHOP.COM.HK 歡迎大家回來第二節的 自然療法與你 剛才非常之精彩的第一節 袁醫生和阿金 和我們分享了很多資訊 現在繼續 剛才你說了 其實 我們特區政府支出這麼大 很多時候 來來去去都是那些 醫療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醫療引申了很多需求出來 因為為什麼 你治療了它 又沒有生產力 就要靠社會 靠社會 又要靠政府來分配資源 那怎樣斷呢 你一天不死都要給的 越滾越大 天天就創造很多長期病患者 我們很糟糕 明白嗎 沒錯 我們要用納商人養 很多時候 人們要了解到 問題不可以置身於到外 好像不關我的事 其實 整個醫療的問題 是影響我們 我們要買單 我們要住貴屋 真正的原因 生活質素越來越差 對嗎 還有 你知道 上星期 財爺公布財政預算案 又有六百多億盈餘 社會人士說 今年沒有派錢 連續第二年 那些人很不分 這麼有錢的 政府 財政儲備去到八千多億 不算外匯那塊 有八千多億 我很有趣 財爺說了一句 他說 原來八千多億 有六千億是不能動的 為什麼 原來 那六千億 是要給公務員的退休 長逢 以及公職人員的籌金 長逢 那些 對 其實是每天都在付的 你知道嗎 納稅人 那塊錢其實很龐大的 我們養家 很糟糕 我們在說 你跟我想一下 說起來很恐怖 這麼關照他們 難怪要製造多些需求出來 那有什麼辦法 你樓價怎麼會下跌 那些地價怎麼會下跌 沒錯 大家真的要了解 每件事有因有果 是呀 那為什麼政府 你說政府沒有能力 將地價打低 當然有能力 不過他 只是 不敢做 還有最大的問題 他們是 高樓價的 最主要的受益人 是政府 因為香港政府的開支 是需要高地價才能支撐得到 香港人所用的入息稅 是政府的收入很少 好像五分之一 其實 如果我們香港市民明白 所有人的健康 自己負責 自己對自己的健康負責 我們真的可以建構一個很好的 美好的社會 其實整個問題是一個制度問題 香港今時今日的癌症 差不多是第一大殺手 和其他國家 香港人的搶癌 已經屬於第二大癌症的死亡殺手 香港的搶癌是全亞洲最高的 所以很多人在家裡 很多人都受到癌症問題的困擾 最近好像有些 又看到一篇報道 防癌會 一些癌症的專科醫生出來說 你們這些人 不要去看中醫 不要去看另類醫療 弄壞了才回來找我 他覺得他挺精靈的 醫生 他說 我行醫這麼多年 從來未見過 在中醫 或者另類醫療的人去看這些 我從來未見過 有一個病人 腫瘤會看到不見了 他說得對 當然在他手上 當然會不見 但他不見了 他不見了 他不見了 但他不見了 他不見了 他不見了 這方面 我和大家分享 一個很重要的數據 我都說過 原來美國有 美國的癌症學會 你知道他們有很多 所謂的 例會 研會 每年的研會 都會邀請一些很有份量的科學家 做一些主港嘉賓 其中有一位 是在加州大學 Berkeley 一位 生物物理學的教授 Professor Harding Jones 每年例會都是主港嘉賓 他說什麼 是說癌症的數據 死亡數據 全部數據 他有一年公開說 他說 如果一個癌症的病人 當他被發現有癌症 他選擇什麼都不做的話 他去比較用化療 開刀電療 用傳統的西益醫癌方法 去比較 什麼都不做的人 他的存活可以高至四倍以上 我舉個例子 如果有一個癌症 他標準醫療程序 化療電療手術 他做完有一年 就是存活 可能是同不欲生的 有一年 什麼都不做就有四年 可以高達四倍以上 又省了一百幾十萬 記住 這位講者 不是一個普通的醫生 也不是普通的醫學教授 也不是總柳科醫生 他是這方面的 美國癌症數據 專家的專家 我猜不到他 一位加州大學的 Professor Harding Jones 他分析了這麼多數據 不是個別個案 整體的數據 竟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如果你選擇什麼都不做 你捱的時間更長 你可能都會過身 很多人是癌症過身的 包括用自然醫療也好 用不用自然醫療也好 都有很多人會過身的 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是用什麼都不做的話 你竟然你的存活率 你的生活質素 你捱的時間 可以捱長很多 可以捱長高至四倍 這個不是開玩笑 那做完就更糟糕了 當然這位教授 加州Berkelly的教授 就沒有再被邀請到去講 你剛才所講的 一個香港的防癌協會 防癌協會 講真來說 我們醫癌症講了這麼久 我們向癌症宣戰這麼久 其實有沒有成績 是完全沒有成績的 除了一些小部分的癌症 譬如有小小的血癌 有某類的 例如small cell lung cancer 某類的肺癌 還有小部分的乳癌 其實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整體的死亡率是沒有改善過的 只是越來越差 整體來說 總之人的死亡 死在癌症的人 是頭號殺手 不計西醫導致的死亡數據 癌症始終是頭號殺手 問題就是這樣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資料 原來在歷史上 在近代史上 包括美國在內 根本有很多人 包括很多知名的醫學教授 醫學院院長級的人 都發現了很多有效的 醫癌症的方法 有本書 我和大家可以上網去買的 叫做Politics in Healing Politics P-O-L-I-T-I-C-S P-O-L-I-T-I-C-S in Healing H-E-A-L-I-N 一個字而已 Politicsinhealing.com 你可以看到這本書 聚述了十種非常有效的醫癌工具 完全被美國的醫學家打壓了 消滅了 好了 今時今日 我可以跟大家說 隨時會判坐牢 即是用這些手法 他用這些手法 當然有他的方法 令到他們醫療的方法 不但沒有被應用 甚至完全被消滅了 即是跟大家說 今時今日 有任何人死在癌症 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有很多惡法 醫療上很多惡法 是讓他們根據這些惡法 將很多有效的醫療完全打壓了 有些人說 有沒有搞錯 怎麼會這麼沒良心 怎麼會做到這些事情 好的東西 為什麼不會被人推揚呢 很多人經常都說 為什麼和我療法 我這麼久都沒聽過 你說全世界大二大醫療 這麼厲害 但我從來很少聽過 為什麼好的東西 為什麼不會被人用呢 那麼很多人就錯就錯在這裡 當然 在我聽我們台的聽眾 很明白的 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那麼其實呢 不是說有效的醫療 就會被人推揚 是賺錢的醫療 就會被人推揚的 簡單來說 如果我有一種工具 把病人徹底醫好 醫好病人 就等於少了一個顧客 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 所以在我們目前的醫療架構裡面 是不可能 醫療問題會解決得到的 因為他根本就不想解決醫療問題 不想有些有效的安全的醫療方法 是讓大家用得到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大家用得到 他就少了顧客 所以整個醫療的制度 是要有人有病 醫生就有錢賺 在這個情況之下 一天我們不改這種手法 這種有機運作的醫療制度 我們是不會有健康一日的 好了 這本書大家上網去買 Politics in Healing Suppression and Manipulation in American Medicine 作者是一位叫做Dannell Haley Dannell Haley曾經是美國紐約州的立法會議員 Assemblery Man 他裡面是紀錄了十種醫療方法 有些效果是驚人的 真的我都覺得我都呆了 我一直看這份資料 一醫就行了 一醫就行了 不用很久的時間 很多這些方法 很可惜 因為我有很多惡法 我都預計得到 這十種醫療有一個特性 就是很便宜 沒錯 我不論你怎樣貴也好 就算你不是很便宜很貴 一定是很便宜 比你標準醫療程序 一定的 所以我想大家了解 為何這些方法沒有被推揚 因為這些方法通常是用很便宜的 天然的自然工具 拿不到專利的工具 因為要賺錢是要靠專利的 所有拿不到專利的自然醫療工具 例如生草藥或抗物炎 某種能量的醫療 這些是沒有專利拿的 所以沒有專利拿是賺不到大錢的 你會有錢賺 但你不會賺到大錢的 只要一種醫療的方法 是永遠將病人繼續要治療 治療到死那天都治療不到 你現在看看現時我們目前所遇到的 西醫能供應的醫療方法 其實某種方法是治療你的病 可以跟著你拍完全一個都沒有 一個都沒有 所以就要高樓價 所以導致大家要住高樓價 要高貴 在美國今時今日 一個家庭的醫療保險費 普通的醫療是28,000元一年 用HMO是21,000元 一個基本的家庭 即是香港人是做所謂地產商的奴隸 其實背後不是地產商的奴隸 而是醫療奴隸 和美國就表面了 美國今時今日 這個家庭不敢不做事 也沒有文靈不做事 因為他不做事 他要自己補給醫療保險費 大部分家庭是給不到的 每一個月 市場每一個月 要給港幣15,000元 做醫療保險費 所以香港人還在說什麼醫療保險 一定會走一條死路 一條死路 不用想都不用想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 在外國做的國家 借鏡一下 為何我們不能在這方面學到東西 所以大家有機會去看 Politics in Healing 這本書是 politics in Healing 一個字.com 直接可以買到e-book 買回來自己去看看 家裏任何人有癌症 都是死於我們今時今日的醫療制度之下 我們有很多惡法 不良醫療廣告條例 將維他命當作藥物來處理 當作西藥處理 令你根本沒有辦法 用到一些天然有效的醫癌工具 好了 除了這本書 我希望大家有機會上去看 也有些人 或者看書的興趣一般 或者是全英文版的 這是很可惜的 有中文 台灣有一位退休教授 又將他翻譯成中文 這樣也不錯 但我未有時間 在對教之下 將他放上去 出一本中文版的書 但英文書其實已經斷了 但不要緊 電子書可以賣 很快 有20美元 你買了之後 你會知道 為何你說 有十種方法被打壓 幸好不是完全打壓 其中有一半的工具 仍然 今次今日 仍然可以使用 有幾位醫生 例如 Dr. Brzezinski 他醫治腦癌的工具 非常有效 他仍然在德州行醫 有一位 Gaston Nation 我曾經去加拿大 去他的公司 去見過 他的工具 仍然存在 有些其他工具 可以發掘到 例如 Hoxy Hoxy formula 在墨西哥 其實還有一間診所 當然有些 DMSO Colostrum Colostrum 就是關於初语 那種蛋白粉 那種也仍然存在 但有很多其他 你真的要去發掘 也可能已經沒有了 例如Ryde Frequency Dr. Roy Rye的工具 他當時 南加州醫學院 給了幾十位 美期的癌症病人 他用Ryde Frequency 100%完全治好 他的機器 已經被人毀滅了 已經被人毀滅了 你看到這些資料 你應該會很生氣 但我始終希望 大家不要只是生氣 生氣都不足夠 我們起碼要行動 大家可能都在我們的網站 看到 下一步 我們會做另一個節目 新的節目 叫做自力更新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有很多問題 尤其是香港今時今日 都會說要政府做 要政府做 什麽都可以政府的事 要什麽問題 要政府處理 其實你可以看到 其實所謂政府 政府背後 都是有些既得利益的 大財團 大機構 大專業團體 是壟斷了 是控制了 他們的做法 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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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他們那裏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近的醫療事件 美容事故 又神情機 被西醫界 將美容行業的生意 全部用立法的手段 多個人 醫療 你一說這件事 我看過專題 因為有線 那是皮膚科專科醫生 另外那是美容協會的 那個 藍的 見過你 那是美容協會主席 他簡直是看不起我們 專科醫生 皮膚等 當然 他就說一句 說到底是說什麼 說錢 他想全部拿來做 另外那個專科醫生 就說 我們是專業 你不是 即是說自己是大支 問題是你專業是做醫生 最重要是你說一句 醫生你快點說 你說一句什麼 你快點說 這句一定要說出來 你想想 我們納稅人用四百多萬 現在不知多少錢 是栽培一個醫生 納稅人有沒有想過 你醫生是叫他做美容師 和女人搭去吃飯吃 你應該不是救死扶傷的嗎 沒錯 為何你納稅人出錢 培植你 養大你 要你做那件事 你不去做 竟然是在女人搭去跟女人搭去吃飯吃 這是什麼人 這是什麼人 香港人怎麼這麼蠢 今次今日 都不知道整個地球發生什麼事 你一說一句 更好意思的專科醫生 出來說話 說自己專業 你不是救死扶傷的嗎 你專業很簡單 美容行業說得很清楚 你不是培訓我們 你不是考我們 你不是發牌制度 如果你真的有心為所謂消費者的權益著想 那你便多分栽培一些 需要找一些行外的人 做醫療的人 去參與美容事業 是根本絕對 賺女人錢 還要跟女人搭去吃飯吃 不是 是賺香港人的錢 人家已經說過 如果你真的要說專業 那你的專業是你出錢起的 是否要搭載別人 養你五年 養你六年 給你錢 便會栽培你 那你用同樣的專業 便會栽培香港美容界 令她整個專業地位 大大提升 香港大班女人 你可以開個學士課程也可以 就是考他們 給他們 為何你不肯 你不肯是不敢 為何今時今日 你都不敢建中醫院 因為你建了中醫院 便是真相大白 有一天 我們香港人會見到真相 為何入院都沒有萬性病 沒錯 我希望我們將來 在我們自力更新 會繼承我們香港 更好大行動裏面所做 我們今次要具體做事 自己幫助自己 不要再依賴政府 亦都不要再來所謂這些專業團體 就好像蕭伯納曾經說過 所有專業都是陰謀對付群眾的 他們是不會幫你的 你真真正正要醒覺 由教育開始 開始重新整頓改革 我們的整個教育制度 令到我們的人 是懂得自己思考 就不是為了 我們叫做 dumping people down 令到你越讀越蠢 令到你不懂得思考 我們在《不難處於真相》 都要跟大家分享過 很多教育背後的陰謀 很多時候 我們有人說 被你叫做強壁教育 以為是好事 其實強壁教育 其實是一件不好事 因為在強壁教育之後 控制了整個教育的質素 教育的性質 所以我們不需要要求 早期九年教育 然後十二年 然後人們說要進入大學 千萬不要走這條路 不是小學 不是幼稚園 幼稚園 其實我們香港最需要 是要自家教育合法化 要有學卷制 將我們的教育的性質 多元化 大學易入難出 以及要自己給錢讀大學 很多人認為 現在很多人說 出了不養之後要破產 破什麼產 你自己不願付 錢是誰來的 你不給我們要付 其他人要幫你付 錢不是由天空中進入 你以為讀大學 一定是非黃騰達 對不起 這要靠你自己 去菲律賓看看 菲律賓全世界大學生最高的 都是來做用工 一種給教育 從業員製造更多的職業 但最後的結果 是我們的地球問題 很多受過教育的人 都完全看不通 不懂得去解決 跟大家再介紹另一個網站 因為我們始終在 《北南主義真相》 《MJ13》 都說很多 其實說陰謀 其實不是陰謀 是說真相 只不過 不合聽的人 就說他陰謀論 不合聽的人 就用其他的語言 來踩下他 在外國有很多 這方面的資料 有一個網站 就叫做 ForbiddenKnowledgeTV.com 即是很多紀錄片 講很多資訊 即是《北南主義真相》 TV的紀錄片 大家上網去看 會不會你剛才講的這些網站 在這一集的網站列出來 會更好嗎? 我們會參考資料 還有一本書叫 《Death by Modern Medicine》 這本書我跟大家介紹過 這本書是我其中一個醫學 以前讀醫療法的 醫學劑醫的同學 Dr. Caroline Dean 我們會在我們的網址寫下給大家 還有一本書我想介紹 叫做《Medical Mafia》 作者是一位女婿 Shirsteine Langtok 2002年版已經推出了 她亦有一個機構 推出一系列的書 這些書 大家有機會有能力 記住上網去購買她 這本書 這本書有十本 它的機構叫做Persona Gracia Persona Gracia 不要緊 我們會在我們的網址 在我們今集參考資料裡 會和大家分享 她出了十本書 十套的書 第一本書叫做《生命》 第二本書叫做《authority》 《權力》 第三是《宗教》 第四是《政治》 第五是《法律》 第六是《錢》 第七是《健康》 第八是《教育》 第九是《家庭》 第十是《社會》 這本書的層次非常高 而這本書的作者 是一位女西依 六十多歲的祖母 已經有孫子的西依 她成立一個機構 Persona Gracia 每年在聖誕節 有十日的工作址 大家第一 上網購買這些書 否則在我們的健康店 都有這幾本書 可以買得到 我最後想補充多一句 自從明白了醫療的事情之後 我到這一刻 我發覺得到一點點的結論 第一是什麼? 我發覺 凡是鼓吹叫人 對自己身體負責的醫療 通常都可以選擇 凡是鼓吹 是外來的 是細菌病毒 令到你這樣 我統稱不負責任 就越整越碎 我觀察到這樣 但是 叫人對自己身體負責任 是自己令到自己身體搞亂的 你要自己負責任 那些是一定越整越好的 如果你進行它 因為真正治病 是細菌 細胞治病學 不是細菌 最近我有一個雜誌的訪問 我也很強調這件事 我們的物先赴而後 重申 不是細菌 什麼病毒 會令到你生病 你怪了細菌病毒 一定會越整越壞 我看不到會越整越好 如果有的話 你告訴我 很簡單 你要看看醫療現時的結果 為什麼越來越不夠錢用 越來越貴 死的人越來越多 病人越來越輕 其實我們一切要從我們的教育開始 我們一定要徹底改革 希望大家參與我們的活動 行動 就是聽得多 大家意識上都不斷地被提升 但其實最重要 我們很多的惡化是需要改的 我們需要很多行動去改 改這個地球 要不然我們的問題會越來越嚴重 我們生活越來越艱難 今集真是非常之精彩 但時間又差不多了 如果對今集有什麼意見的話 可以去我們的節目討論區留言 如果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跟原醫生回診打以下這個電話預約 25773798 多謝兩位 好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 25773798 網址 3W.N-A-T-U-R-A-L-H-E-A-L-I-N-G.com.h-k 237798 178 ogi